你還被來啊 五哥 這一大早我們在這邊等 等什麼啊 能要等早餐嗎 能不能進去呢 進去 不能進去 因為我們在等委託人 今天委託人很特別很厲害 我們在這邊等 他表示敬意來 可是我發現你好像 每次都是同一個套路耶 你講話有點汙汙了耶 什麼叫同一個套路啊 不是啦 你每次都說 今天這個委託人厲害了 不然就說 今天這個委託人很特別 你不是都講一樣的話啊 那你要我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在拍節目嘛 我們在出任務 難道要我跟所有電視機 前面觀眾講說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很遜 一點點不特別 一點點不厲害 那誰會看啊 我們當然要這麼講啊 那觀眾才會買單嘛 對… 像是我們找 對… 金舉哥王厲不厲害 有…而且 跟你合唱對不對 我上次還有跟他唱歌耶 真的嗎 真的… 一起唱 今天把我們四個段 你怎麼也拿出麥克風來啊 我要唱歌啊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已經開發出我另外一個 專業的才能 就是唱歌 而且十文明大哥上次有說 他找我一起跟他合唱耶 十文明大哥應酬話應酬話的嘛 是喔 你沒聽說演藝圈有講過應酬師嗎 真的還假的 指的當然不是他 來來吧 這收起來好了 好啦好啦你不要鬧了啦 吳哥 我們等我們都委託人 所以他到底是誰啊 來了你就知道了 來了來了 你看到沒有 一個美女有沒有 看到沒有 很正有沒有 光花姐 不好意思 剛才路上就 有點那個麻煩 然後就耽擱一下 路上有點麻煩 麻煩耽擱 那你們等了不好意思 沒事… 你為什麼沒事推開嬰兒車 等一下要去接小孩 你接了喔 對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 這個是那個 好那個黃瓜絲的 需要切 切碎小孩的東西這樣 按下去就好 那這個又是什麼啊 五哥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知道啊 我耳朵的 不是不是 怎麼說 我懂了 我懂了 蜜蜂食物的 蜜蜂食物 蜜蜂食物蜜蜂食物 可是長得好可愛喔 那這個袋子呢 吃完的零食 可以把它夾起來對不對 對 那你也帶太多了吧 我從這個角度看 你的眼影好濃喔 五哥我覺得 我們不要一直在外面聊 太濕利了對不對 對我都要咳嗽 真的好冷喔 好那我們兩個進去壓 不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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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進去啦 我來委託你們 我最近開了個新公司 進來坐一下 來來 請進 謝謝 所以鴨子 你現在委託我們做什麼事呢 我聽說你們公司 什麼任務都可以接 那也不見得 由現在他們清水肥那些的 我們就比較少接了 我希望就是你們可以 帶我去放鬆一下 因為我心情不是很好 就是 心 心情不是很好啊 對 對啊 你說你身材不好的話 我還可以了解 你 你為什麼心情不好 你說出來讓花花還有 讓五哥來聽一下 你說一下 因為要從一個單身的角色 變成一個媽媽 其實它是一個轉折 跟這個過程 是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 有點卡住 所以就是心情不好 才會被壓著 家事啊 還有什麼瑣碎 家事真的太多 太多 他喘不過氣來了 對不對 沒關係 我跟你說 你這個問五哥就對了 因為五哥的人生當中呢 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什麼都 都經歷過 而且在婚姻中呢 他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 其實他也很清楚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問他 五哥你給他一點建議好了啦 五哥你懂太太的心情嗎 為什麼他不懂呢 但是家裡家事你做嗎 我都會做 家裡什麼事情我都會做啊 家事會做 不容易耶 不是今天是你的問題 不要把你的問題 推到我的身上 你剛剛說你從單身一下子 變成太太好 老婆變成媽媽 覺得一下子不行 那你就離婚了 這是個自由的生活 我花了三十幾年 我花了三十幾年 才找到這個 不能隨便離 所以你在家裡到底做了什麼 讓你覺得這麼很累 還是說你跟你老公感情 有什麼問題啊 感情沒有問題 但是家事就是從頭到尾 標準不一樣的時候就會很累 比如說 對啊 你到底怎麼 每天一早起來 然後什麼事都 沒有辦法有自己的時間 都要一直不停的 為家庭付出 比如說曬衣服 他就明明都沒有曬乾 因為他都不會把它打開 但他覺得他曬了 可是他做完所有的家事 我後面還要全部再做一下 你真的不要放下 至少你的先生 是願意幫你做 對啊 他不是不做 他是做得不好 他是有心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可是很嚴重啊 可是累還是會累啊 那你平常會有自己的時間嗎 比如說跟自己的朋友 出去玩啊或什麼的嗎 沒有 都沒有 你是沒有朋友 還是沒有時間 都沒有 其實結婚生小孩之後 你的朋友圈會改變 真的嗎 會怎麼大方向的移轉 因為你跟單身就比較難 約時間 很多朋友 禮拜有單身朋友約我 也是沒有時間 怎麼可能 我都看到你在外面耶 那時候是我主動約人家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結婚生小孩之後 你的人生會改變 但是這個人生改變 帶來著附加 那個附加的一個 結果就是累 為人父母會非常非常的累 在累的過程中 你一定要放鬆自己心情 因為你充電之後才能再使用 你休息之後才能再出發 聽起來好像他真的是有很多的這個 苦嘴想要大吐一下 對那沒關係我們讓他放鬆一下 我們要帶他出去玩好不好 對讓他出去玩 然後先帶他去離婚 然後離婚之後就離婚 不是 那帶他去放鬆不是離婚 那我們就走吧 放鬆這東西我最會了 我最鬆的啊 哪裡 好 你這樣很沒禮貌 那我要戴這個 你要戴什麼 你要戴什麼啦 沒有等一下還要接小孩 還要拿這個東西 還有媽媽包還有這個 不用啦 不用啦 這東西就放這邊就好啦 就放著啦 快點 沒關係放我們這邊 我們這裡很安全 你暫時先忘記你媽媽的身份 先暫時忘記你太太這個身份 今天就是全部就是放掉的意思 休息室為了走更殘緣的路 沒錯 Let's go 走 走 好冷喔 吳哥 你今天要帶我跟鴨子去哪裡啊 鴨子哥你沒有去 滑過雪到日本滑過雪嗎 沒有 沒有嗎 你也沒有嗎 我也沒有 不會吧 吳哥你要帶我們去日本 拍到滑雪嗎 真的假的 吳哥那人也太好了吧 對啊 你沒有帶護照 我也沒有耶 然後我們 也沒有 也沒帶 那我們等一下回家先拿一下 對 然後我們再打電話一看 就約在哪裡 好 那我們再電話聯絡 OK 而且這邊你行李 我相信你帶 拜拜 你們兩個回來了 冷靜點 你剛才講什麼 行李沒有帶 還有護照沒有帶 因為我們要去日本 護照沒帶沒關係 而且我也要跟我先生交代 一下小孩的事情 你就快離婚了怕什麼 護照沒帶沒關係 其實你們都誤會了 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是誤會 你們冷靜點好不好 冷靜點好不好 你們這樣 因為我們要出國行李 你都沒有整理對不對 然後我後面很多工作 都要交代的 對啊 我的確要帶你們去滑雪 但是不用出國好不好 不用出國 蛤 不用出國就可以滑雪 不是台北沒有地方可以滑雪 台北不會下雪 那是因為你們孤陋寡聞 雖然我們是亞熱帶地區 但是我們還是有地方 可以去滑雪 可以讓你體驗到滑雪的感覺 就在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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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我現在帶你們去紐約嗎 不可能對不對 走 走 笑起來真的是好八婆 走嗎 到了 我朋友在裡面 五哥果然內行耶 沒想到台北市 真的可以滑雪耶 太帥了吧 五哥你真的沒有騙我們 在台北也可以滑雪耶 我怎麼可能會去騙你呢 鴨子心情已經不好了 我就是講話都很實在 我特別帶你們來滑雪 怎麼樣鴨子 還有滑雪 妳覺得這邊環境怎麼樣 我覺得不錯耶 很高都跟粽子一樣 也可以體驗滑雪的樂趣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妳講到重點你知道嗎 妳可以很輕鬆 妳就開車子過來 或者大家搭送 解運系統過來 妳就穿得像我們這樣 就OK了 很輕鬆 然後來這邊呢 所有的裝備都幫妳準備得 應有盡有 妳可以隨便挑適合妳的尺寸 然後妳是初學者呢 來這邊練一下妳的基本功 所以妳是高手 還可以練一下進階的 一些招式 來這邊很方便的嘛 而且最重要是她不危險 沒錯 而且妳看我們的教練 她感覺她年紀很輕 而且好可愛好嬌小喔 她怎麼可以滑得這麼厲害 我覺得我們好好的訪問她們一下 我喜歡她 妳不是選高的嗎 這幾年改了 真的 來 哈囉 妳好 妳好 請問人家什麼名字 我叫做小玉 嚴格講一下我們都是初學者 那來這邊我們需要有很 來之前我們需要很會滑嗎 還是我們什麼都不會也可以來這邊 一開始初學者很適合來這邊 先修 滑雪的先修班 先修班 了解了解 那我們要滑多久才算是可以真正會滑的 在這邊的話大概可以學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就夠了嗎 怎麼可能 我是比較運動白癡一點 我也是啊 我超白癡的耶 在這邊可以再去學場之後輕鬆滑 那我們在學場 可能會有遇到很多危險 比如速乾然後會嚴死 那有沒有一些事情 是我們一定要去注意的呢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先來這邊先學習 平穩的速度 然後再來就是煞車 然後遇到前面有人的話怎麼辦 拔推他 然後大腳就說 我來了我來了趕快閃 好那如果你不會煞車 那你就是自己做一個 安全跌倒 安全跌倒 跌倒還有安全的 對要有預先練習才知道你怎麼跌成 跌倒還要先練習喔 完蛋了五星 所以說在你這個 貿然的前去滑雪場之前呢 其實可以考慮先來這邊 很多朋友第一次去滑雪的時候 哇賽 姓氏旦旦旦說我今天滑雪 我好像以為自己是007一樣 結果六天五夜 止掉 對摔了四個玩笑 然後第五個玩笑藏在前面 然後你 然後回台灣是做輪椅回來的 沒有啦 講話比較誇張一點 就是很痛這樣 所以那今天小易教練 要教我們什麼呢 今天要教你們初學者 比較適合玩的雙板 雙板 雙板 那我們開始了 走吧 板子穿錯差不多是你肩筒 好 不行啦 我就一直往前滑 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呢教練 對 不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先扶著欄杆 先練習一下滑行 算了啦 我覺得好像 可以的 好來 等一下呢 我開動機器的時候 你們幫我推一下欄杆 感覺一下滑行的感覺 好沒問題 好來 走囉 推一下欄杆 對 走 走 要流滑進去 我滑過來了啦 看一下 我上去下不來 就已經滑行的感覺 那你練多久了 教練 沒有 在你附近 真的啊 你附近嗎 附近啊 你也是啊 是 我都在日本滑啊 真的喔 你是去二世谷嗎 去二世谷嗎 好奇怪喔 就是這樣越滑越靠近了 好 好好認真學好不好 為什麼你會歪掉 主要是因為你的送心 對 沒錯 玩Skid的部分 它會是 重心在右邊 它會往方向走 是 所以重心在右邊 它會往左邊走 嗯 它重心在左邊就是去右邊 往右邊 對 OK 好 不是 它就 它就一直往前滑 為什麼會這樣呢 真的幫我把它打開來 好 做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 好來 三角形幫我做出來 停不住的 有東西要幫我 吃一顆蘋果大象 停不住耶 這樣子夠大嗎 老師 放手看看 會滑下來就不夠大 還不夠大 還不夠大 就滑下來 好 要我拚腿是不是 五哥可以了耶 這麼大 對 不知道 我看要等你們多久 高穩 我第一堂課已經會了 好 OK嗎 OK了 下一堂課快點 好 我不習慣下半身打開 這麼大耶 OK 你不要騙了 好 小鈺老師繼續 來 筋骨幫我靠在這個 叫做斜舌的地方 她不懂什麼叫筋骨 筋骨是什麼 膝蓋下面 這條骨頭往前面靠 靠在這個叫做斜舌的地方 連筋骨也不動 好 然後腰不要彎 身體提起來就好了 膝蓋微彎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叫煞車 是 OK 我等一下會幫你們伸上去 一點點 不要 伸快點 沒關係 快 加速 蘋果一樣要夾好喔 就是你的蘋果 蘋果要夾好 進去的蘋果 不行 不行 不錯啊 好 五哥再打開一點 滑下來囉 腳再開一點 不錯 藍燈 你可以趕快試一下 太開了啦 我什麼樣劈腿了 對…就是這樣 我感覺很開 這樣太開了 不行啊 不要開一點 剛剛講滿輕鬆的 好 就感覺很... 太開了 我沒有生過小孩 我不能這麼開 屁股抬高不用蹲低 蹲低的話 你的重心就跑到後面 當然 OK 可是我 這樣子我們慢慢的往下放 屁股沒有辦法抬高耶 那個撞到我 我告訴你這樣子 我覺得很有可能 好 等一下 打開 OK 好 來 我們再上去一點囉 好 再上去快一點 教練你跟我們一起來 不要啦 太高 太高了啦 好 下來的時候幫我縮小 再開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批 縮小 去跑 慢慢開 再開 不行啦 不行啦 我去沒辦法動 可以 好 就推開到底 快撞大哥 推開到底 所以我覺得我一個人很害怕 我沒有辦法一個人滑 真的嗎 對 我要兩個人在我前面 好 那妳就往上會滑 我們上沒有很多人 好 安全跌倒 好 可是我跌了就起不來了 我教你們整個蛋子打 對 假設我今天要跌倒了 我先聽說旁邊跌倒 可以開 旁邊 好 我要不要試試看 妳會越來越開 好厲害喔 我不會跌倒 很好 我不會跌倒喔 真的喔 好 我就在煞車啦 右腳夠開 對 可以這樣子 她要滑倒是這樣 腳 腳隻膝蓋前面 對 這樣子喔 是這樣嗎 這樣就是比較危險的一個 應該是落跑吧 那我要怎麼起來啊 教練 妳手先把那個壓下去 對 然後先起來 對 腳抬起來就好了 身體往後躺 很開了 超厲害 來 五哥我們先在下面 五個藍杆 很好做 放大 五個小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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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放大 速一下 五個藍杆做 五個藍杆做 放大速一下 經過長達數個小時的訓練之後呢 今天我們地獄班的磨練 今天再來我們小姨子教練 驗證一下 我們兩個要展開比賽了 好不好 不能光練 因為師父領進門 休息在個人 休息在個人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好好的 你手放開 你沒事讓我摟著做什麼呢 好不好 你們兩個先比賽一下 要從最高的地方滑下來 不要啦 誰最先滑下來的時候到這個 這邊有個那個答案板 你要拿起來給鏡頭看了之後 然後正確無誤的 把上面的答案做打 小姨教練 那我們剛才學了前進 學了安全摔倒 那基礎呢已經不錯了 那我們現在一起來 這個驗收一下好不好 好 我覺得是可以升慢一點嗎 有點快一點 真的太快了耶 這樣OK了吧對不對 好 教練我們開始了好不好 好不好 預備 去 好 直接 全部要練 全部要練 全部要練成這樣 就是 來 給我這樣 全部要練成這樣 媽媽 媽媽 你會放心的話 學花會肥料 我小孩嗎 你講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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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果麗應該就連這一心 我 好 好 好的勝負其實很明顯 那這一關是鴨子獲勝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五哥對上我們這個鴨子 那因為鴨子剛剛贏我 好 沒有關係 因為我讓他的 好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動啊 五哥 動 動 溜 很厲害 請接 一天閃下一句歌詞 我會祝福你 找壞的世界 那是 五哥 五哥 不會再換我了喔 好 五哥來 不會唱嗎 OK 緊接上舞女 下一句歌詞 啊哈哈 小人可以了解 追無路的鼻翼 暗暗流到馬賽 又是地帶球 嗨嗨 好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鴨子 本來是做無路耶 所以無路唱得這麼好聽 我們還是要請問一下 那那個花花還有教練 結果我們剛剛溜下來 速度的那個 穩定性如何 算還不錯了啦 對啊 所以今天 送給你們一個 禮之鼓勵 是鄭叔嗎 哇 大學正名耶 好棒喔 好棒喔 謝謝小姨教練 從現在開始我們三個 就是極限選手 對啊 我們出去自己要自愛 也要自重一點 一般簡單運動 我們不能再去參加 因為我們是極限運動的選手 我沒有愛護自己的身體 今天我們不能在這邊 耽誤太多時間 因為接下來我們三個 就準備去參加冬奧了 我們要先練習練習 對 因為冬奧有些賣台灣小車攤位 我們可以去準備一下好不好 好 這個送給你們的上課卡 到時候可以來這邊增加 練習時間 更精進我們的滑雪技術啊 這是小姨教練 私底下送給我 謝祖武的上課卡 謝謝小姨教練 謝謝小姨教練